連續彈天苗栗確診都在各位數 15號下午卻突然暴增18例 晶圓店11例 智邦科技2例 群創1例 和超風相關的家庭接觸者也有4例 外籍的移工也高達11例 本土的有7例 今日的個案主要是為企業本國的員工 皆為第二次PCR衰減後揚進的確診 雖然又有兩位數確診 但前進指揮所11跟12號 針對本國籍員工展開 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PCR採檢 5000名員工只有4位陽性 王立勝更在連書上提到 對晶圓店員工第三次的篩檢中 930位移工只有8位染疫 確診率0.86 相信確診個案會持續減少 因為那個數字都是各位數 所以我們當然是會去想說 是不是要趕快打精靈 但是另外一塊在高風險的這塊 我想他會有這個很爆炸性的數字出來 不過王立勝預告15號開始針對竹南6家科技廠 共計1425位高風險移工進行PCR採檢 又是一大挑戰 估計確診率可能會高達10到15% 確診的人數會到150到200 但王立勝請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篩檢者早就採藝人一室隔離 因此就算確診數高 對社區和工廠沒有威脅 他有信心透過找出潛在的確診者 達到清理目標 記者彭志明 廉家慶李雲傑 苗栗報導